我記得很先前在雲常開和你聊天的時候 都問過你關於參選 為什麼你不要去參選 如果真的說你這麼愛香港 當時你給了一個答覆我 我覺得你好像應該是傾向參與這一次的競逐 雖然你沒有講明 但我很想釐清一個事實 這個真的要問你才知道 因為是你自己的心路歷程 是不是你一早已經有傾向意向 儘管現任的行政長官他繼續連任 後來我們才知道他不爭取連任 大家都說是嗎 這樣就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連任也好 你都已經有一個決定 又或者是一個意向 我要敬續2017的行政長官選舉 我一直以來都希望用自己的經驗 用自己的知識 是可以是 貢獻到香港 貢獻到祖國 這些幾方面 過去這幾年在香港的工作 大家都看到 很多方面都不是理想的 撕裂是嚴重的 很多人很不快樂 很不高興的 那我也有一個意念 就是我自己是不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是可以改變這個情況 那我也很大考慮 很多考慮 也都跟很多朋友 聊過 親戚 聊過 家人聊過 很多人都支持我 很多人鼓勵我去做這件事 當然也有其他的意見 不過我最終都作出一個決定 是決定去參選 希望用我的能力 是可以為香港做一些事情 所以梁振英 他爭不爭取連任也好 那不是一個考慮的因素 那個 我想我之前都已經有這個考慮 有這個想法 那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但是沒有改變我的決定 林鄭宣佈參選後 是不是多了人叫你不要去 都不是特別多了 即是一開始已經叫你不要去 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最後的決定都是我自己的決定 我亦都會衡量幾方面 即是對我的初心 是想做些什麼 他們怎樣說服你叫你不要去 給你一些什麼原因 很多不同的 舉一兩個例子 例如他說贏不了 不要浪費時間 這些各方面都有 不如你可以做其他事情 那麼多不多人在林鄭月娥 說他參選之前 就說支持你 因為當時以為CY繼續選 你去你去 我可以提供選擇給香港 知道CY不選 林鄭月娥說要參選 轉態的 現在我又要支持隔離 那麼多不多這些人 西泰炎亮 是不是覺得 沒有人跟我這樣報告 給我知道 我現在轉態了 沒有人跟我講過 不過我都看到 很多人說 有些朋友已經去CY的辦公室工作 香港也是一個小的地方 大家都認識的 有些人在辦公室工作 這也是他的選擇 陳智思過去幫忙 你有沒有很不開心 沒有的 這是他的選擇 他自己會想一下 他為什麼這樣做 但是我可以保證一件事 就是朋友的關係沒有影響